整個配料刺激咖喱醉 整個之關是最多 即是不需要刺激口的 可以看看 已經很遠了 但有些人可能怕刺激那一刻 可能發覺會不會勾傷 那一刻就不敢試那一刻 但其實你一習慣了 你就會很自然 當然大家開始釣的時候 都盡量留意後面有沒有人 因為這件事我都自己親眼 都見過不少危險鏡頭 甚至是勾吞 總之就是不要這樣 擺放在後面 一想就彈出 很興趣的 整個動作 或者有沒有問題 一般的適合技巧 但我想問一下 譬如現在是用直角的話 其實拋頭準確性 有沒有技巧可以控制到 沒有問題 其實 直角 好像我昨晚所說 這個框這樣 一拋出去便是 我昨晚也說了 其實有些 有些妖妙是可以控制到的 譬如說 你拋出去的時候 發覺太大力 要瘦瘦瘦 未必是太大力 要立刻停 或者是 咦 差不多到標點 但又大力了少少 可能到樹 或到障礙物 怎麼辦呢 其實你拋出去之後 因為它是 線性地 有一個圈子 一直這樣飛 之後 其實你可以用一隻手 輕輕地 因為它當時 線在轉的時候 輕輕地磅一磅 捏住 捏一捏出線位 其實它就會馬上有阻力 其實已經會慢了下來 對 很難 輕輕地磅一磅 這樣便下載了 還有 如果你說 扔出去之後的操控 其實你扔出去之後 其實你可以靠脂肝 撥左撥右 是可以幫助咖哩減速 或者 幫助咖哩 稍為 捏左 或者捏右 你會發覺咖哩減速快了 可以偏一點角度 但是不多 這個 這個是可以幫助到的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可不可以示範 搬嗎 對 搬怎樣 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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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就行了 像剛才這樣 我扔出去 我都沒有怎樣走 搬兩圈 都沒有 已經 噢 剩下一隻 還有卡正 你會不會 這個回合 會說 怎樣去分析環境 尋找你的標點 好 因為我們今天來湊河 主要我們的目標就是藍刀 你可以因應這個魚種 做少許介紹 如果其他魚 有機會我們再有活動的話 就現場講講比較實際些 好 還有我們都可以 因應大家的需要 其實大家可以盡量 我今晚基本上會放花水上去的 如果大家可以因應你的需要 就盡量回帖 比如說你有什麼需要 可不可以下肢 還有什麼類似 或者是現場的 不過是第二個魚種的 我們都會考慮再做